我們今天已經到達冰島的第一天 現在就出發去冰島南面 一個很出名的瀑布 叫做塞里亞蘭瀑布 天氣還是凍凍的 山上還有積雪 在瀑布的旁邊 有條樓梯一路可以走到最頂的觀景台 塞里亞蘭瀑布的起源 是由於火山冰川融化而成的 而它的下降有60米高 今天就在Iseland 我們第一個景點看到 後面就是很宏偉的一個瀑布 走入瀑布的路是一條石春路 穿上一對防線的Highting Boots 是比較理想的 剛才問過一個導遊 他說大概有8度 然後我們看到一個Temperature的Stand 是6度 不過現在的感覺像零度多些 你一隻手 冷到硬了 雖然現在是冰島的夏天 但來到郊區溫度都可能會接近零度 都要帶備一些保暖衣物 冷到感覺根本是零下 我的嘴唇開始硬 不動 不動 第一個景點已經很漂亮了 那些小草 好綠綠 好綠綠 果然是這裡的春天夏天的交代 我們現在就由另一條路 走進去瀑布的後面 你看我的一身裝備 你等一下就會知道為什麼 很多水花 你看一條路多鮮 幸好穿了這雙鞋 瀑布的落差有60米 你可以想像到 它的水花是很大的 快點進去瀑布裡面了 你看後面 離開瀑布的路都非常崎嶇 如果冬季來的朋友 要穿一些有爪的鞋 這樣才會安全 否則很容易會穿到 在離開瀑布前 我要去探望我的朋友 就是小羊背 你看牠們多穿藥 小羊背 很有趣 小羊背 有水花 然後再放幾樓 錶紙 穩定水花 谢谢观看